据巴黎奥运会开幕不足15天,7月13日,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,代表团共有716人,包括运动员405人,工作人员311人,运动员中共有42位奥运冠军,马龙、樊振东、全红蝉等在列。 当天上午,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举行,大会前,工作人员组织代表团成员合影,大家有说有笑,气氛格外活跃。 根据名单,中国跳水队阵容中,曹元将成为奥运四朝元老,全红蝉、陈玉希、王宗元和谢思义都将是第二次征战奥运会。 王宗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目前自己备战顺利,整个队伍的状态也越来越好,相信能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。 这三年从东京到现在的话,在自己的技术和心态方面也有一些进步,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动作的稳定性,更有精进。 整体的队伍我觉得都是一个积极地向上的一个状态,然后目前也越来越好,然后也非常期待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在巴黎奥运会上,所有运动员能站上最高领奖台。 举众一直是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大户。 东京奥运会上,中国举众队男女各四名运动员参加了八个级别的较量,豪夺七斤一银。 但巴黎奥运会对举众项目进行了调整,每个国家会地区最多只能有三男三女共计六名运动员参赛,且每个级别最多只有一人参赛。 级别有变化,而且我们有些老运动员还存在着伤病,但是从团队来说, 我们也是有些继续面对,比如刘汉华,短短三年从81升到89,再到102,占据了102的级别优势。 比如我们石志勇,大家也都知道有伤,腰伤,一直受到腰伤的困扰。 但是呢,这个通过医疗团队我们这个合作去保障,那么今年也是恢复到了本周其他最好的水平。 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重点夺金项目之一,中国体操队也备受关注。 据悉,巴黎奥运会体操项目将产生14枚金牌。 开赛在即,中国体操队教练滕海斌透露,体操队目前的训练重心为模拟赛场,调整状态。 马上就要出登了,然后我们目前的训练重心还是以这个模拟赛场,然后调整状态为主要的训练目标吧。 团体比赛因为是我们体操项目的第一块金牌,然后也是能够展现中国体操队的团结一心,包括中国体操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。 所以这块金牌也是我们整个体操队最看重,也是目标之一。 据悉,本季奥运会共设32个大象、45个分象、329个小象。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30个大象、42个分象、236个小象的比赛。 参赛大象、分象、小象数占奥运会十项比例均超过上届。